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現在是 在這邊的好辣醫師團 醫師心驚驚 今天好辣醫師團 要來告訴大家 他們看診時 最害怕遇到哪些病患 讓人想逃之夭夭 好辣軍團們 又曾遇過哪些狀況呢 十番小護理師五熊 哈囉 護理師五熊 所謂知己知名百戰百勝 對 醫師是沒有選病人的權利 沒錯 但是我們也要了解 醫師在想什麼 避免大家的尷尬跟衝突 對 是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 完全是為觀眾朋友服務 對 就是醫師要講出 他心裡的一些什麼障礙 對不對 你看 醫師心驚驚 這些病患讓我們好想逃 我們要知道 醫師到底是哪一科 到底最怕碰到哪一種病人 我們不要成為那種病人 對 想逃還不能逃 而且成為那種病人 也會影響到他們的 診斷的結果 對 如果我是這種病人 我就不要找這種醫師 對啊 找不怕的醫生嗎 我就躲掉這些 很有道理 我這樣不是很避免人家衝突嗎 真的 我不是要改變你的個性 而是要改變你的想法 那我們先看看幾整個 最怕碰到什麼樣子 遇到各種 什麼叫丟包的狀況呢 今天可以最怕幾個狀況嗎 大家說什麼喝醉酒 這個常常到現在是來打 對 要打 吵架 不怕我們吵就算了 這個什麼 常常要打這個成語心麻醉藥物 對... 那另外其實 另外一個是遊民 遊民也是讓我們有時候 也很困擾的 我們知道以往遊民 因為遊民中 他們住公園 住公園 以往大概是每到冬天 寒流要來的時候 遊民因為公園真的很冷 所以他們的衣物也不夠 下雨天氣冷 就跑到醫院來什麼 又閉嘴 所以通常他們都會 有人報案之後呢 把他送進來 就躺到寒流結束 那最近有人說今年 對 38 39度 他們住公園 坦白講也真的會中暑 那怎麼辦 也一樣比照冬天辦理 到醫院附近先躺下 躺下之後就有人報案 報案之後 要要去送來 送來一樣救護車送來 給他躺床 因為體溫很高 就也會把它安置在 冷氣比較強的地方 對 比較舒服一點 比較好 比較好請他出院 但他說回去大概又會中暑 講得坦白講也對 對 而且他一來躺上床 那怎麼辦 有時候真的後面 有些緊急病患送來 床都沒有人躺著 我們就請他下來說 你把床讓一下 給後面的病人好不好 有些人還不讓 他說我也是病人 為什麼我要讓給他 我先來 他說這樣好不好 我們給一個輪椅 可以坐 有些人就答應了 答應之後輪椅 後來不見了 我們以為他出院了 用個輪椅推著出去 在路上逛 碰到有些人之後 就要一點錢 就坐在輪椅上面 就跟他起床 你要看他怎麼 還印著醫院的這個 醫院的這個 所以裡面的輪椅 怎麼會變成人家 身材空巨呢 所以我們大概是 既好事多之後 好事多之後 推車常常被遊民推出去 放一些家當 在外面去 在這個居物町所到處遊蕩 輪椅也變成這個樣子 對 可是一般人不是會 往百貨公司躲嗎 百貨公司大概就直接 百貨公司你進不去 對 會趕 警衛會趕 比較積極地欠你 醫院是比較 比較消極地欠你 對 因為我看很多報道就是 有時候民眾太熱 會跑到那個百貨公司裡面 晃一晃 去躲 那遊民不行 遊民不容易 我覺得警衛很容易 就擋了 對啊 是 也許遊民 有些是有自尊性的問題 因為百貨公司 醫院急診室比較忙 亂一點 比較容易一點點 他也有當變的條件 對 因為身體狀況不是那麼健康 不過其實講到丟包 其實在中大型醫院 真的很容易遇到這種問題 因為其實台灣醫院 已經有點變成社會機構 在容納很多東西 那時候就是一個 基層院所轉一個Case 殘腹 基層院所怎麼那麼好心 轉一個殘腹過來 結果原來是什麼呢 媽媽是海洛英 基層院所的醫師 其實早成這樣 他本來想吃下來 結果他也看不太對 身上好多針孔 小孩又很小 這種 某一種特殊族群 其實他從來沒產檢 那一來我們當然就 照會身心科跟一些介癮科 我們先看 那小朋友其實很小隻 都已經三十五六週 理論上三十五六週 因為他的資訊太不完整了 然後我們把一些該抽的 因為海洛英的患者 我們更擔心是艾滋病寶寶 好險他沒有艾滋病 然後在小朋友才一千七八百公克 可是隔一兩天就不舒服 他就生產掉 媽媽我們請介癮科來協助他 但是第一天他就說 假裝配合一下 第二天他說不舒服 想要出去抽個菸 那時候我們經驗還不夠 就說好 抽菸 那你請個假到外面去 然後就不見了 就沒有回來了 他就把小孩丟了 好可怕 真的就是丟包 所以後來 當然我們花很大力量 這個小朋友好險 我就在台灣的 這個醫療機構裡面 他借斷症候群 我們好好的調整以後 其實還好沒有造成大的一個傷害 其實社福機構就接走了 那這媽媽後來 其實還有一些法律訴訟 因為我們真的把他抓回來 法官是怕他 判他丟包 丟包是有罪的 在吸毒的人來講 很多東西他其實 搞不清楚狀況 對 那這個是媽媽 本身把小朋友丟包 但是我覺得這丟包 對小朋友不是壞事 因為反而其他人來 造型他會好一點 另外一種 可能大家沒有想過 老人家也可以被丟包 90歲老人家 其實他來了那時候 是因為肺發炎 你知道老人家很多狀況 肺發炎來 當然就會 有時候抗生素飼料 可是真的不行 氧氣不行 還是會插管 所以放在家屋病房 那家屋病房的照護 接下來呢 老人家很多都是 骨質疏傷很嚴重 那家屋病房 有時候他動得太嚴重 他們會簡單地約束 約束就綁個袋子 家屬來看 你怎麼可以把我這個父親 這樣綁起來呢 就很生氣 那好死不死 因為有時候要Fighting 那家屋病房照護 有時候我們一定會翻身 或做一些檢查嘛 對 結果剛好前一天照 剛剛還好 隔一天照 手骨怎麼斷掉 可能大家想像 正常人就覺得 你一定是虐待我 我爸爸等等 其實不是 有時候輕輕的一般 其實有可能手就斷掉 但因為他在插管 意識不清醒 你他也不會跟你講他痛 事實上有時候 太骨質中那種 所謂的斷裂 並不是你想像中的 尤其是九十幾歲 對 那接下來就麻煩了 家屬剛好有一點點 小黑到背景 擺到機會了對不對 對 然後就一直來吵 然後還好我們交護病房的 那個阿長其實是很汗的 你知道嗎 出來保護 因為他一直要求 你們要把那個 照顧的人交出來 你知道嗎 開玩笑 我們醫院也是夠大 要照下面的人 那我們派我們阿長 但是後來 他們還去賭阿長 你知道嗎 真的啊 我們那個阿長是國防系統出身的 其實他有軍官背景 但是後來他老公還是覺得何苦呢 只是當一個護理人員何苦這樣 後來阿長還真的就離職了 然後還告我們裡面的同仁 這個當然我講這是比較多年前 醫院當然為了戰鬥 我們也是派一組人來告 那當然好險 當然這個病人 我們那時候內部交代 這個病人絕對不能出問題 就好好讓他出院 隔三月又送回來 又廢發炎 你會覺得說 跟我們炒成這樣 哪會送回來 他就是送回來 那送回來呢 下一步真的就是丟包 放在急診 他說我很忙喔 我現在去忙 放在這邊你們要照顧喔 初次就要來找你們算帳 所以你看這個 我們已經列黑名單了 其實現在各大醫院 都有黑名單 我們希望可以拒收 可是這種還是不能拒收 所以其實他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背景 我也不能說他不孝順或與否 但是其實這個衝突就會發生 也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其實老人家真的狀況很多 還有在家務病房 沒有人會去毆打 或者欺負這個家務病房的病人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地方 都會做露營的設備 因為在家務病房裡面 外面的家屬都看不到 萬一出什麼事情 他也會有一些擔心 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丟包 像我們在急著 我們護理師最怕就是遇到醉汗 而且就是那種有 每次尾牙記 然後要不然是春酒記 然後就是會有那種 醉汗過來送過來 尤其是那種女生穿禮服 像Fifi跟Fafa這種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送來已經 很辣的 很辣的 對 送來那個奶罩 都不知道先到哪裡去 真的覺得也太丟臉了吧 也太尷尬 我們就趕快把棉被掛住 然後很漂亮 然後臉都不知道 醉到哪裡去 這種醉汗 要不然就是 然後最可憐就是 我們醫院的那種清潔阿姨 我們都要幫她清理 有醉成這樣子 超長 然後我們都會把那種醉汗 丟到最邊邊 最角落的眼睛 可是她好臭喔 對 因為就是會有一些說什麼 然後很危險 或是吐到說未出血 也到的 對 然後我就是遇到一個說 自稱自己是民意代表的 然後她就是也是拚酒 拚到整個未出血 說有在吐血 所以來掛急診 然後通常那種醉汗來 那個朋友都會先送來 然後一轉眼 對 就只剩下她 真的喔 對 就是被丟發 對… 真的都是這樣子 然後就算 她就是跟我說 護理師我沒有醉 我酒量很好 然後就一直說你直線 我走直線給你看 然後那時候葉問很紅 我不知道大家就知道 我們有點低價嘛 她就一直在那邊說 我在打勇吐 幾個打 十個 對 我在打勇吐 你說你是一個民意代表 你是那個需要嗎 對 她說我在退酒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們就 護理師就說 好 我們先幫你打大量點低 因為我們要幫她排除酒 也要幫她打一個未出血的針 然後一打 打不上 因為血管太細了 然後就一直在幫她打 然後打了第七針 第八針 她整個抓公說要投訴 她說 我民意代表 也開始又在那邊說 你不知道我認識誰… 哪一個立委什麼的 然後開始投訴我們 然後其實我們護理師 都用 因為就是我們是覺得 她真的實在太盧了 然後又… 然後又在那邊鬧事 所以我們就覺得 這個就還是要欠 修理一下 對 修理一下 不過剛剛講這麼多 應該觀眾都不屬於這類型的 對 少數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